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同时呢就是欣赏就是聆听秀儒 跟我们讲这个传统的京剧文化 那个秀儒呢我是就是几年前我就知道他 但是我没有见过他本人 所以呢我们在共同在一些群里 所以呢我跟李平登应该经常看到他 就是宣传这个京剧的一些演出啊 什么什么的 就能感觉到秀儒是一个非常专注的人 我自己呢就是对这种非常专注的 非常devote在一件事情里的 就是人非常钦佩啊 后来有一个机缘巧合 就是今年遇见了秀儒本人 然后呢他呢也是就是介绍他自己的时候 讲到他对京剧的 他参与的京剧的这些活动 以及他的这些体验啊体会啊 然后呢还有他的一些认知 所以呢他讲到这个的时候呢 就跟我以前在群里看到他 又给我了一个更深一层的印象 因为以前我就认为他是一个 非常热爱唱京剧的人 但是跟他听他讲以后呢 又意识到他对京剧这个文化 有非常深入的了解 就并不只是京剧本身 因为京剧背后有很多的文化的底蕴在里头 所以呢这个呢就是这个机缘巧合 我就想请他来半杯做一次讲座 然后呢今天呢我们呢就请李斌来主持这个讲座 我们的前社长李斌主持这个讲座 然后呢在讲座之前呢 我们的邓家琪先生呢也写过一篇关于戏曲的文章 然后呢讲座之后呢 邓家琪先生也会对这个讲座做一次报道 现在呢我就把这个floor交给秀儒和李斌 好谢谢陆明 各位朋友晚上好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半杯茶叙 我是李斌 今天呢恰逢中秋节 我首先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欣赏我们这个中国的传统艺术之美呢 一直是我们半杯清茶社的主题之一 也是我们半杯人心头的一轮明月光 而京剧作为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瑰宝呢 也是一直如影随形的伴随着我们这一代人的成长 所以呢提起京剧 我想我们大家大部分人呢 多多少少都能够在自己的脑海里 回荡起一些经典的 然后我们也耳熟能详的这样子的一些京剧唱段吧 但是如果往深了讲哈就是为什么这个京剧它被称为国剧 京剧的流派这么多流派它究竟是怎么回事 然后京剧的这个中国京剧和西方歌剧这些的区别等等等等的 这些东西呢可能很多人都跟我一样也都不甚了解了哈 所以呢今天我们非常有幸的请到了我们华府的京剧爱好者兼身体力行的弘扬者和传承者 黄秀如女士在这个中秋佳节花好月圆之际呢为我们做一个提为京剧的魅力的讲座 带领大家去更深一步更进一步的去领会京剧这个国宝的这个深厚的内涵和文化的底蕴 秀如是毕业于北京大学 目前他就职于世界银行 他非常热爱京剧 他的京剧之旅呢是开盟于京剧名家 也是中国戏曲学院的教授张艺娟老师 其后呢他又受教于著名的这个京胡琴师 李天雄老师京剧名家 沙淑英老师 还有京剧这个梅花奖得主 以及很多名家 所以呢他的起点非常高 同时呢他的这个 这个一路也有京剧大师的指导 因此呢他个人在这个京剧表演上也收获颇丰 曾经在中美两地的各个舞台上 各种形式的舞台上呢 多次的演唱这个中国的这个传统的 这些很传统的这些京剧 比如说秦相连啊西相继啊 望江平红娘等等等等 但是他最impress我的呢 更是他个人对这个京剧艺术传承的执着 以及使命感 他本人于2013年创立了华府的京剧之花 然后这个京剧之花在近十年来呢 多次的演出在美国的这片土地上呢 让不同肤色的人们欣赏到了中国的京剧国剧 中国的这个国剧京剧之美 那秀如本身呢 秀如本身呢也是一个北大的才女 她出身于书香世家 她不仅爱好京剧呢 她还喜欢诗词擅长西洋长笛 在京剧上呢 她是专攻张军秋派的轻衣 也是那个我最喜欢的那个最美的蛋卷 那么好 那下面呢就我就邀请大家 在这个美好的中秋节之夜呢 同我们一起来欣赏秀如的讲座 京剧的魅力 还是跟以前一样 在这个讲座的过程中呢 请大家静音 把问题呢放在提问箱里 等到讲演讲结束以后呢 我们将按照这个提问的顺序来一一作答 那现在 秀如请 好 非常感谢陆明社长的邀请 感谢李斌的介绍 你的一美之词我不敢领 我觉得今天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呢 跟我们的新老朋友一起来 在中秋佳节月圆之下 端着半杯清茶 来看着月亮 吃着月饼 说着京剧 想着亲人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缘分的事情 所以我非常非常感谢 半杯给我这样的一个机会 来做这件事情 也让我呢 有这个机会 把自己这些年来 学习京剧的心得体会 向各位老师和朋友 做一个汇报 有说的不对的地方 不足的地方 请您给予指证 我是觉得这是一个不断的一个学习的过程 那像刚才李斌介绍的京剧之花呢 它是美国政府注册的非盈利文化传播机构 致力于在美东地区举办中英双语的京剧讲座和演出 自成立以来 我们已经举办过150余场活动 会集美国主流社会的数万名观众 也就受到了联邦政府州政府和郡政府部门的嘉奖 包括中国大使馆也给予我们非常多的肯定和机会 更加重要的是得到了观众朋友们的这个支持 我们都是非常感谢 那么在准备今天这个讲座的过程中间呢 陆明社长给我提了这样几个问题 属于命题作文 所以我这小学生就提笔写字 打算从下面这几个方面来聊聊自己的出浅的看法 比如京剧 为什么京剧是国剧啊 别的剧不是国剧 为什么京剧是国剧 京剧的流派是怎么回事 京剧跟歌剧有什么区别 京剧 传统京剧跟现代京剧有什么比较 那么我们在海外的华人 对于京剧 我们有什么 京剧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影响 京剧现在进入这个21世纪 他有什么挑战和机遇 所以我就按着这个耳提面命这个 陆明社长这个要求 谈一谈自己出钱的看法 那么在开始之前呢 我先跟大家做一个互动 这里边呢 有一个人是我 请您在chat里边填一下 您觉得哪个人是我 你就把那个号码写在chat里边 我来请李斌告诉我 看看大家写的是哪个号码 给大家30秒的时间 这个里边有一个人是我 现在是三对三啊 三一三五 三个一三个五 四个一三个五 四个一三个五 好的 非常感谢大家的参与 那您猜一的人猜对了 那这就是黄秀如 我扮演的人物是秦香莲 她是一个苦命的女子 但是又是一个不像命运认输的女子 所以大家你看这个京剧 把我这个本来长得不怎么样的人给变美了 这就是京剧的魅力第一点 她把你变美了 那么提到京剧啊 不少人说这个京剧 这么古老的东西 跟我有啥关系啊 我今天 我把月亮都舍弃了 我今天来听京剧 我把小吃都舍弃了 我来听京剧 我为什么呀 其实京剧呢 我说很有关系啊 跟有很大的关系 因为京剧早就融入到咱们的日常生活中间了 它融入的如此之深 让你感到就像空气一样 就像水一样 好像你就没有感觉到它的存在 比如说我们在这个日常生活里面 经常说压咒 红脸白脸 这压咒在戏曲里 原本是指倒数第二个出场的 著名演员演出的戏 那么在生活里面 大家就觉得忘了还有大咒这个事 就说压咒 那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非常非常精彩的一个活动啊 或者说这个人物要出场了 我们就演绎成这样的 红脸呢 是关公的 关云长的这个非常忠心耿耿的人的一个扮相 是个好人 白脸呢 是奸臣的扮相 所以在生活里边 大家就说红脸白脸 那就变成好人坏人等等的 其实你都已经不知道 不知不觉的在用戏曲里的 所有的这些东西 就像今天咱们是在赶庙会 如果是在我们古代的时候赶庙会 那唱戏是庙会中间的一个重中之重的一个节目 锣鼓先天一响 大家那份热闹劲 那心情非常愉快 这个听着戏 然后听着这个锣鼓点 然后人挤人 人挨人 也不怕新冠感染 然后吃着小吃 这个月亮底下走一走 可能还能看见自己喜欢的人 这个事情就是 金句其实就整个就是我们生活的一个背景 包括其他的戏曲在里边 那么金句里边有一出骨子老戏 叫《四郎探母》 他演了好几百年了 讲的是什么故事呢 讲的是宋朝杨家将的故事 这杨四郎呢 在战争中被俘虏了 他在敌国隐姓埋名的过了15年 他想家却回不去 后来在铁镜公主的帮助下 终于在国境线上见了亲娘一面 我今天非常高兴 我刚才看见我的爸爸 他93岁了 他今天在湖北宜昌上了线 我非常非常高兴 现在向爸爸向您打一张招呼 您那个这么大年纪了 居然那个破除万难 克服了这个技术上的这个难关 到这来参加女儿的这个活动 让我在线上能看见你 我在摇祝您这个中秋快乐 所以据说49年以后 到台湾去的老兵 一看到这个戏 台下就哭倒一大片 见娘啊 我想见妈妈见不着 所以以至当时台湾执政当局 怕动摇军心一路禁言此戏 那无独有偶即出戏 在大陆有一段时间也遭禁言 原因是什么呢 原因是领导觉得 杨四郎被俘以后 该壮烈殉魔才对啊 怎么能投降还娶了德国 这个敌国的这个公主 你再看看咱们自个吧 新冠都快三年了 许多海外华人困坐筹成 有国难归 机票难买 那么自己父母们年迈了 许多的生离死别 都是不得已 所以在这个时候 大家再看看杨四郎唱的这几句戏词 我好比龙中鸟 有翅难斩 我好比潜水龙 被困沙滩 我好比难来艳 失群飞散 我好比离珊瑚落在平川 那把这些词唱出来之后 我们这些海外华人心里的苦楚 就有了共情和宣泄的渠道 所以它是一部非常非常好的戏 我建议大家有机会早来呢 再仔细的来看一看 来体会它一下 那么自元代以来 在中国的地方戏曲形式 有三百多种 为什么京剧被普遍认为是国剧呢 这是陆明社长问的我的第一个问题 那我来谈谈 就是京剧的出生和发展 它是怎么回事 京剧形成于18世纪末 那是一个非常丰富多彩的时代 在美国这边 华盛顿将军当选为第一任美国总统 中国这边呢 我们这个清朝的 这个乾隆皇帝 庆贺巴士寿辰 所以你看美国和京剧的年岁相当 您掐指一算 就知道京剧有多少岁了 就不用我告诉您了 所以这个时候挥班进京 给皇帝祝寿 他们表演的这个曲目 融合了典雅严格的昆曲 和丰富多彩的花布 那花布呢 有一个这个熟名又叫乱坛 这是昆曲的人 认为这个地方戏 都是乱七八糟的 不要用规矩走 但其实地方戏呢 它有很多很丰富的这个这个剧目在里边 所以把这个挥班进京的时候 把这两块结合在一起了 他结合了还有 比如说他结合了灰调 来自安徽的西目 结合了汉系 来自湖北的 结合了邦子 中原一带的 结合了秦枪 来自西北的 因而他能够做到这个亚熟共赏 广受欢迎 这一帮人呢 这个四大挥班进京以后呢 他在北京期间 又不断的磨合 他在北京期间跟这个评书啊 相声啊 武术啊 杂耍的 不断的进行交流 进行磨合 把这些东西吸收到这个京剧里边去 演出任务完成了呢 有些人就回到安徽 有的人就跟着商旅呢 又到全国各地去巡演 这个就把这个新的形式传播到全国各地 所以可以说京剧从诞生的那一天起 就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之上 而且是一个兼容并包的 富有创新精神的舞台艺术形式 你可以看到 待会儿我会讲到 这个创新精神 融合 就是融会在这个京剧的整个的生命历程里面 它从一开始 就是一个崭新的一个艺术形式 就是怎么样创新 怎么样融合 所以几乎所有的华人 不管你是觉得自觉的喜欢京剧 还是不知道有京剧这个事 他都能在京剧里找到一点 他能熟悉的东西 因而京剧的曲调就变成了一个香音 那么下面这张图呢 叫同光十三绝 它是就同志和光绪这个期间呢 十三位著名的经济演员的这个形象 其中呢就有我们现在大家都耳熟能详的 这个梅兰芳的祖父 叫梅巧林 你看这个就是他 他在这个四郎探母里扮演萧太后的这个形象 那么在二十世纪初 就我们出了一个新人了 这个就是这个梅兰芳 非常有意思的 你看梅兰芳的年龄 他1894年出生的 他在这个二十世纪的时候 新文化运动 蓬勃发展的时候 他是一个非常年轻的人 但是他是一个极其具有这个创新精神的人 他对经济进行了这个一系列的改革 包括经济的剧目 比如说贵妃醉酒 他把贵妃醉酒里边的不健康的东西全部取掉了 然后增加了很繁重的唱功 然后舞美等等等等 把一个就剧情极其简单的这么一个剧目 表演的丰富多彩 变成了梅派的这个保留剧目 比如说在服饰方面 他在这个天女丧花这个剧目里边呢 他就融合了古代侍女图和东皇壁画图 关于飞天的这个形象 他创造了服饰 在音乐方面呢 他在自己的乐队里边加入了金二虎 使得给弹卷伴奏的这个声音呢 更加柔和更加好听 在梅兰芳之前呢 基本上都是老生一统天下 我们一说唱戏 唱的都是老生戏 那么从梅兰芳开始 包括大家几代人的 这个王妖琴一努力 渐渐的弹卷也能挑班唱戏了 什么叫挑班唱戏 就是这出戏 弹卷是主角 就挑班唱戏了 还有化妆 就大家刚刚看见我那个图里边 我那个我现在本来是个圆脸 这个在在我那个化妆的时候 他把我变成瓜子脸了 那就是因为他用这个真发 变成了片子 里边沾上极其环保的余树叶 把我这个脸 就画成这个就是瓜子 中国美人比较这个推长的 这个瓜子脸这个样子 那么他在化妆方面呢 也就进行了尝试 而且他还尝试 就是这个创演新编现代戏 当时的现代戏叫一缕麻 而且当时因为中国 这个学的新文化运动的发展 西洋戏曲呢 被介绍进来 他还尝试在他的这个 这个演秦文和红楼梦的这个戏里边 郡西人这样的戏里边呢 引入西洋部队 所以他是一个非常具有创新性的 又极其有天赋的一个淡决演员 那么在他在京剧舞台上塑造了一系列的 非常难忘的这个形象之后 从1919年开始 梅兰芳屡次出访 他把京剧逐渐介绍给日本 美国和欧洲的观众 据说梅兰芳到欧美国去旅行的时候 这个原本只想待两周的 结果后来变成六周 因为太受欢迎了 结果最开始呢 是在一个小剧场野 最后又变成大剧场 后来就以至于到这个民国时代 这个外国人谈到中国的戏曲 必谈京剧 别的不知道 但是京剧肯定知道 只要外国人到北京来 你肯定是以到美宅 无量大人胡同的美宅做客为荣耀 以听一出京戏 为旅游必选项目之一 那么在整个二十世纪 中国京剧跟西方文化的互动 就没有停止过 比如在1935年的时候 二十世纪最有影响力的 德国戏剧家布莱西特 他见到了梅兰芳本人 惊为天人 他认为这个传统京剧的表演方式 这个城市化的表演方式 与他自己所推崇的戏剧理论 坚立效果不谋而合 而且是自己的一个很好的佐证 布莱西特他的理论是什么呢 他认为说戏剧是假的 所以我们应该实时提醒演员 和观众这一点我们在表演和欣赏的时候 实时记住我们要跳出来 那么德国戏剧家 斯特尼斯拉夫斯基认为 戏剧表演应该尽量真实 我要求真 应该尽量接近真实 那么我们京剧呢 京剧是怎么样演出的呢 京剧八个字 说真就真 说假就假 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现象 到了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时候 这个法国的这个时尚达人 Yves Saint Laurent 他现在在这个咱们 Kyson School呢 还有一个Gallery在那里 他还有一席之地在那 他把京剧服饰的这些因素呢 融入到他自己的服装设计中 并且专门开了一个博览会 到了二十世纪末 这个夏威夷大学的这个教授 戏剧剧主任 Elizabeth Wichman 威力莎教授 他自己不但自己学习京剧 变成了这舞台上的杨贵妃 而且教他的自己的学生 教他自己的学生 用英语来唱京剧 所以也是轰动一时 你看这个京剧 他无论国籍 无论这个肤色 无论性别 大家都对他 在二十世纪的这个中国之外的人 都对他表示了极大的兴趣 那么到了这个 这个201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就把本色的古典的京剧 列入了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梅兰芳大师之子 梅宝九的贵妃醉酒的艺术形象 收录到这个 我刚才给大家放的这个链接上 这个.com里边 这个就是当时我们他们在评 这个就是在评审京剧 是否可以这个入选名录里边 其中就有梅兰芳先生 梅宝九先生这个贵妃醉酒 这个形象 那在后来呢 在2014年 这梅宝九先生呢 帅团他的父亲当年 旅美的足迹 到了我们华盛顿 又一次演出 由梅派第三代传人 演出这个经典的这个 这个京剧 会飞醉酒 穆威英挂帅等等 而且中间还有他的一位 就是得意的 唯一的南旦弟子 胡文革先生 由胡文革先生 这个传承来演出 所以简单来说 我们这个 后来在这个过程中间 这张是我 我非常得意的一张照片 因为这是在这个 肯尼迪中心后台 我跟梅宝九大师 里一张合影 因为我们很荣幸的 为这次演出 提供社区的服务 提供现场翻译 和整个就是团队 production team的这个服务 所以我说京剧 之所以称为国剧 简单来说 就是因为 一它是极大成的一个戏曲形式 它既在华人圈子里边 亚书共赏 代代相传 那么又呢 就是能够作为中国戏曲的名片 为不同族裔和不同国籍的人 所认可 这个我就希望呢 是用这一点小小的这个分享呢 回答了陆明社长的第一个问题 好 现在我给问大家第二个问题 就是请大家在chat里回答一下 来猜一猜 我们这几个剧目 就都是非常经典的剧目 哪个剧目首演最早 法国歌剧卡门 意大利歌剧茶花女 百老汇音乐剧 歌剧魅影 中国京剧斯郎探姆 请大家猜一猜 我给大家15秒的时间 在chat里回答 清一色的是四 清一色的是四 我们这个 这个我们半杯的 这个观众成员的这个水平都特别的高 一个是我们的文化自信很好 第二个是就是知识水平极其丰富 对的 中国的四郎探姆是最早的 他最早建于记录的是1824年 这个 这个 道光年间的一个戏本里边记到 就是说这个四郎探姆是演戏之一 可能会更早 那么后面呢 就是大概卡门大概是在1875年吧 然后茶花女也是1853年 差不多这个时候 歌剧魅影当然就是最 就是比较新的 是一个从歌剧到到现代的一个过渡 那么就变成了音乐剧 这个陆明社长提到的第二个问题 就是京剧的流派是怎么回事 要想回答这个问题啊 我们得先来看看 这个京剧的行当和表演方式 因为京剧的表演的城市化 是流派生发的基础 我们刚才说到卡门和茶花女 我可能我的知识比较浅薄 我从来没听说过 他有这个人的这个流派的茶花女 和那个人的流派的茶花女 但是在我们经济里边 的确是他有各种流派之分 那么大家可能知道 我们这个唱弹角的 大概有四大名单 那么唱老生的 有四大 前后四大虚声 都有这么多的虚声的 就是长胡子的人啊 这就是成年男子 有这样的一个分支 那么这是怎么回事呢 这个流派是怎么回事呢 所以我说要先从我们的戏曲的 这个表演方式 来谈一下这个问题 最后这个流派是怎么回事 就变成水稻启程了 那么京剧的翻译 Vaging Opera 很容易让人误解以为只是唱 唱很重要 但是它只是京剧艺术手段之一 所谓升诞敬仇 唱念作打翻 相对于歌剧 比较重视唱 只唱 舞剧直舞 舞打直打 话剧直说 京剧是唱念作打 一个高度综合的舞台表演艺术形式 它就要要求我们有很多很多的技能 很多很多的这个航弹不同 举个例子来说 在水浒故事野租林里边 这个林宠 他就是这个武生 文武老生航弹 又唱又打 他自己还就是李少春大师 自己还设计了很多武打的镜头 那么这个 这个林良子他的妻子啊 这个美丽的女子是蛋卷里的一个分支 叫青衣 卢之生呢演的是架子花脸 架子花脸是花脸的 就是说各个方面都比较 这个是综合功力比较强的 架子花脸 然后高球这个坏蛋 这个奸臣白脸磨 就是他就是以这个磨 丑行呢陆玉侯 丑行不一定都是坏人啊 就是在这个里边 在这个剧里边他是一个大坏蛋 但是他在其他剧里边呢 就是就是丑行呢 他起到一个调节气氛 一个诙谐的这么一个作用 这是这个京剧的行当 有生蛋 寄莫酬这样的 那么具体在细分呢 我们就是每一个行当里边 还有不少的分支 比如说光是蛋行里边 就有青衣 花山 花蛋 武蛋 刀马蛋 老蛋 彩蛋等等 就这么多的一个分支 他这个成熟效应就一点一点就上来了 首先是这个 就四个行当 每个行当里面还有比较小的这个分支 比如青衣就是属于是什么呢 就是比较文雅端庄的女子 花蛋 你像这个红一样的演的这个红娘 就是比较活泼俏丽的女子 武蛋呢 就是战场上这个武功比较好的女子 有的人要骑马 拿着枪 他这个大将军后面插着旗子就变成刀马蛋 不光是就在路上打一打 短打就完了 花山呢 这是大概这个王耀青先生创立的 然后在这个梅兰芳先生等等其他的名家 这个努力之下变成了一个新的行当 就是又能唱又能演又能打 就以前就是唱功就只唱 叫捂肚子青衣 把两个手放在肚子那就开始唱 那么武功的人呢就只打 不会唱的上面差一点 但是在花山这个行当里面 就是满足我们观众的要求 也喜欢看到一个比较全面的 这个角色的塑造 然后就老蛋老年女子是吧 然后就彩蛋 彩蛋就是比较滑稽搞笑的女子等等 那么我们有了这个京剧的就是 就是说行当之后 就是这个基本知识之后呢 就可以去想一想 我们京剧的它的审美是怎么回事 京剧的审美呀 其实你要看它是从哪来的 所以它也就是说跟中国的这个传统的文化艺术 传统的价值观是息息相关的 一脉相承 讲究什么呢 讲究意境 讲究中正平和 以唯美为最高原则 都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生活中的很多行为 在京剧的舞台上都被以成熟化的方式表现出来了 我即使是在那哭 哭的后 这个哭的这个 这个昏天黑地的 那我哭得也要美 我杨贵妃在舞台上醉了 我不能醉的 稀了哗啦鼻子 鼻涕倒流 然后衣服都乱了 那我还叫醉得美 我要死了 那我往后一躺 这个死的姿势也要特别美 就是每一个动作 每一个生活中间动作 包括开门走路 都是有城市化的这个 这个方式来把它表现出来 那京剧的舞台呢 通常都是空空荡荡的 往往只有一桌而已 这叫什么呀 这跟咱们中国绘画的 传统绘画的那个感觉是一样的 叫留白 我们不能像这个西洋歌剧那样 把所有的钱都砸在那道具上来 满台都是高大的窗户 然后各种各样的雕饰 我们没有 那这样的话要演员干什么呢 演员要通过自己的表演 把这些东西给反映出来 所以这个我们京剧舞台上一桌而已 这个极其简约的方式 给京剧演员以极大的表演的自由空间 同时给观众极大的想象空间 在京剧舞台上 我们是没有第四堵墙的 大家要是研究这个戏曲理论知道 你在那舞台上观众坐在下面 然后好像你在说你的事 观众在下面看 尤其是我们在看歌剧的时候 大家穿得特别整齐正经微坐 到了该鼓掌的时候 礼貌性的鼓鼓掌 你要是在京剧里边 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京剧那个观众 从此始至终就在跟你互动 最开始他互动 都不一定是飞在那叫好 或者说叫道好 而是他一定要根据你的演出 去想象 去想 现在这跟我的生活有什么关系 以他的生活经历 去来想象 我们现在在干什么 根据演员的城市化的表演 所以我们就是说用这个方式呢 来调动观众 要调动演员 所以我们在你要这个 这个一桌而已在台上 你完全要看这个观众 演员是怎么跟他互动的 他有时候可以就是桌子椅子 有时候可以就是床 有时候就可以是山 也包括这个桌披乙披的这个颜色 那比如说我要是放 这个黄色黄色的那可能就在宫廷里演出 我要是在放这些比较俗艳的红色 那可能就在九四里边 那比如说我要放素色 那可能是在一个穷人家里边 可能是在一个庙里边 所以就说 我们这个这些 就是反映了中国这个传统的这个文化 和做人的这个价值观 叫什么 叫点到为止 留有余地 点到为止 留有余地 还有呢 比如说那个写实性 我们说在京剧舞台上 是绝对不可能有一匹真马 在那上面跑的 说实话 我前几个月在肯尼伊丽中心 他们邀请我去看卡门 我看见这 他这个中间有一个过场戏里面 有一匹大白马就走到台上来了 我心里吓了一大跳 我立刻我就没有再看那个剧情了 我就在想 我就在那担心 我想这个马他要突然发了毛 该怎么办呢 我就心里就捏了一把汗 那么京剧舞台上 他如果需要马呢 就是用唐马这个程式来表现的 演员手里拿着一根马边 就像我的手里这个拿着这个马边一样 他有这个顺子 表明是码头上的那个那个棕毛 拿这个马边呢 就上下舞动 这个马踏飞 凭着高超的功夫告诉观众 我现在这是骑着马上呢 我现在这是在上马 我这是在下马 这叫马师前提 等等等等 完全是虚拟的 完全是写意的 这样观众的注意力 就全部都是在演员身上 观众的想象力呢 就会极大的发挥出来 所以跟西方人相比 我们东方人都是比较含蓄的 大家都知道 咱们你好 我好 大家好 但是说话都不是 马上一下就是那个开门见山都说清楚的 我们比较含蓄 这是中国人比较含蓄 说话做事都这样 我们东方人基本都这样 那么这个特点 在经济舞台上 用一个基本功 叫子舞相 你看这个人站的这个样子 就表现出来了 什么叫子舞相呢 大家知道古代 我们计时的时候 子时五时 就是现在11点到1点之间 你这个角度 是你不可能这个脸呢 正好就是冲着 这个正对观众 从来不会这样的 我们要是演员站在舞台上 他身子冲左边 他这个脸一定冲右边 这个演员准备 他最终目的地是往前走 他一定是先往后走 然后他再绕到前面去 他要在舞台上 他从上台到下台 你看那演员没有走直线 他走八字 他走的路的时候没有棱角 总之是要圆要和谐 这都是把我们中国人的传统的观念 在舞台上进行了一个具象的表现 这是他的一个审美关系 那么关于虚拟和解忆呢 我跟大家讲了这么多 现在给大家放一个小录像 大概三分钟 跟大家举个例子 三叉口 这个叫摸黑对打 有这么一个场景啊 在三叉口里边 这个黑衣人 他呢 这个半夜三更了 偷偷摸摸的跑一个房间里 他想把这个白衣人给他干掉 当然这是一场误会了 那就再说 那么剧情是黑夜 舞台上呢 却是灯火通明 不然观众看不见啊 观众是以上帝视角来看我们这个演出的 这是他虚拟和血液 那么这时候我们全看演员的功夫 表现出他怎么摸黑 他怎么在人家窗户眼底下走 他怎么溜门窍锁 然后进了门之后 完全凭我的感觉来找到对方 然后这里边用到了好多功夫 比如说矮子宫 比如说前锅后剑 缠头国脑 门头拉肚等等 这两位演员在舞台上要表现出 他根本看不见对方 但是一系列的动作 还能够配合得那么和谐 让观众屏住呼吸 来感受到美 请大家欣赏 感谢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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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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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刚刚去世的这个英国女王 我是非常喜欢她的 我每次看见她一出来 我就要去照照镜子 我心想老太太穿得这么整齐 把这个各种珠宝都带出来了 那就是表示她很重视这件事 就逼得我自己就赶快 到我的衣柜里边 去把我的好衣服全都找出来 不能整天穿得乐乐特特的 对对对自己挺好 但是中国人呢 对于衣服这件事 那到了一个登峰造极的 一个程度 对于这衣服的这个重视 到了登峰造极的一个程度 远在西州的时候 这个大臣上朝 他该穿什么样的衣服 什么面料 什么颜色 衣服上有什么图案 等等等等 都已经写到法律里边去 你是不能穿错的 你要穿错了 那是要杀头的 这个就是会招来这个杀身之祸 那么就是这个服装啊 它就各种各样的呢 代表了一个人的社会地位 和经济地位 所以我说我们孔一几 他再穷 他都不肯脱掉长山 那因为那是他的社会地位 我们在《红楼梦》里边 看见贾母 贾母在元旦那天 进宫朝贺贾元春千秋 祝他生日快乐 里面有一句非常重要的话 暗品大庄 什么意思 按照他的品级 把他自己装扮起来 这大庄的庄 可不光是化妆的庄 那就是他身上穿的衣服 头上戴的东西 暗品大庄 所以京剧在这样的文化 文化里面出生和发展 这么几千年 很自然而然地就采用了 这样的一个设计语言 他用相应的服饰 来表现不同的人物 一出场 观众就知道谁是谁 比如说财郡主 这就是财郡主 财郡主他头上戴着凤冠 上面有很多的这个猪饰 上面有三只凤 然后他身上 你看身上 他还绣着凤 身上穿着红衣服 然后腰间系着这个飘带 四只飘带 我相信这个前几年 这个饭碑的老朋友 跟着我们刘延博士 到这个华盛顿的博物馆 曾经参观过 叫明清后宫服饰展 大家曾经看见过 就是在那个时候 新娘子要出嫁的时候 出嫁之前 往往会在身上 要挂上这样一个 这个七彩的这个袋子 那么京剧就把他这个 这个元素呢 就运用起来 一个状元美 这要讲这个公主 她将来要出嫁的 所以这样的话 她这个一出场 这个服饰一出场 观众就知道 这是皇家的一个女子 是一个身份高贵的女子 是这样的 那么水秀呢 也是重要的表演手段 以前在我们演出的时候 这个男 这个没有女子 女性不许上台 那么都是男男 那男男一个是要用小嗓 第二个呢 他要把他的服装 要用水秀来表演 这个不但是要观众 要能看得见 因为水秀能够把自己的 这个整个的 这个表情进行夸张 而且是因为水秀代表了 我们中国的一个传统 说是女子 尤其是规格女子 高雅的女子 那个指头是不能够 让别人看见的 只能自己家人看见 所以食指尖尖 把这个用这个水秀 把它表现出来 那么关于这个京剧的服装呢 其实他大概有 这么五大类之分 有披 有正式的 叫formal robe 上面绣着的花 表明这个人 这个是一个正式场合的 一个服装 他还没有出嫁 然后这个呢 叫靴子 它是基本上是黑色的 上午色中的 上面没有任何绣花 说明这是一个贫家的女子 而且是一个很贫穷的 你看他这个 穿上这样的衣服 那么芒 那是在我们这个宫廷里边 正式场合上朝的时候 打官司的时候 穿的这个衣服 上面用团笼 大概每个网上面 都要有十个团笼 下面有水 有这个山河 然后有一些吉祥图案 表明这是 这个大臣一定要心计国家 而且要忠君 而且这个颜色呢 要表明就是每个 他的级别不一样 比如包工 包工呢 他是穿黑色的 这个服装 表明他是一个很政治的人 然后这是陈世美 陈世美呢 在红色的蟒 是这个 除了黄色的蟒之外 这个地位最高的蟒 他觉得自己是驸马 他自己是samba的 所以他穿着这个红色的蟒 那么靠 就是我们在舞场上 刚才我们这是文系 这是我们舞系 靠呢 就是说在武打的时候 我们就身上 就模仿我们以前将军的这个样子 身上我们这个 包括这个上面绣的这个东西 比如说或者是虎头 或者是狮子头 或者是凤 或者是都都表明 这个将军 他到底是男性的 还是女性的 还在后面带着一些旗 所以还要除了这个之外呢 还有其他的类别 就归成一 那么关于这个京剧的服饰呢 我也有一个比较长的一个讲座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将来那个 我可以细细的再跟大家来分享 或者是呢 我们可以到现场 去把这些服装带给大家 大家可以来来穿一下 都可以 那么这个是京剧的服饰 京剧在这个美的过程啊 这个还除了这个穿衣服 还是要包括这个化妆 大家可能接触京剧一想 就想到我们这个脸谱 这脸谱呢 只是我们生诞尽筹里的的静行 它用的 那么这个针对于 它有大概有好几百种的变化 它有些基本的这种格式 比如说碎脸呢 三跨瓦 白脸墨 整脸 什么红脸等等 那么各种各样的颜色呢 就表示它不同的这个性格 比如红色 它就是中值 这个正值忠诚的 黑色就是比较憨厚的 白色就是坚定 那么大家看 这个黄盖 它又有红的又有白的 因为黄盖不乍降了吗 所以说我们就是 就是用这个形式来表现 当然这个脸谱里边 还有很深奥的学问 这也是一个单独一章 是需要讲的 那么我们在生和淡卷里边 它就不叫这个脸谱 它现在就不化脸谱 我们叫俊斑 就绊着绊着 把你给绊美了 刚才大家看到 我们这个淡卷 它在化妆的时候 它要这个 首先要在这个地方 要化成红胭脂 然后要用这个勒头戴 把眉毛掉起来 让你显得很精神 然后这个头发上 头上要插各种各样的 这种手势 所以我经常跟人 大家开玩笑 我说这个西洋歌剧的 这个它的 把所有的钱都砸得 道具上面去了 我们中国人的京剧呢 就把所有的钱 都放在我们的头面 上面去了 薛宝采不是说吗 薛宝采说 把我的头面折败 折卖了 还够你过一辈子呢 就是说明 我们所有的重鸟的东西 所有的我们觉得很值钱的东西 和繁琐细碎的东西 都在把这个人 怎么变美的这么一个过程中间 而不是把物 怎么变成一个变美的过程 那么穿戏服 就是一个美的过程了 我就给大家看一个 两分钟的 这个穿戏服的一个过程 这是木棍英挂帅 木棍英挂帅 上一场是文戏 他在唱 然后下一场是武器 所以在这个两幕之间 演员要从文场穿的那个批 就是正式的 你看他 木棍英的后眼 他已经结婚了 所以他穿的是这个团的 团花的这个服饰 他要变成无常的靠 他马上要指挥三军了 这个时候呢 他是怎么样换服装的 大家看一下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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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 感谢观看 你看看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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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个音乐之声里边 音乐之声里边 这个Fraulaine Maria 见到我们这个Fontraps 上校了两个人很好 说最后我要跟你在一起了 她就唱 她是这么唱的 她说 perhaps I had a wicked child perhaps I had a miserable youth but somewhere in my wicked miserable path there must have been a moment of truth 我的moment of truth在这 那么我们在财俊主里边 财俊主也要说moment of truth 她说什么 愿天下有情人都成音隽 她就这么说 那她这么唱 愿天下有情人 两个人这个两种嗓子 一个盆嗓 一个小嗓 根据你的这个培训 你就能让这个人 要不然就去可以去唱高音 要不然去唱中音 或者是去唱老生 或者唱花脸 所以我们有一套 这个有一整套培训的方法 能够让大家 能够不顾年龄 不论年龄 不论男女来表演这个 她的这个角色 那么唱歌跟唱戏还不一样 大家现在老是觉得说 我这个流行歌曲这么好听 那个 我怎么一唱一遍就会了 你唱京剧怎么唱半天都唱不会呢 因为唱戏的时候掌握了旋律 只是仅仅是第一步 而我要 我的老师教我唱 无限忧愁无限恨 整个交了一个月 就这几个字 七个字 为什么呢 她要反复的揪你 说你这个发声 你这个气口在什么地方 你能不能把这个情绪唱出来 你能不能有人物 你每个字都要讲究 你要有一扬顿挫 你不能平的像一个开水一样 只有这样唱才好听 无限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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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要达到这个效果 那是可能不是说唱歌 唱歌能够唱出来的 还有呢 同样一个京剧唱段里边 可能有丰富的版式 而一首流行歌曲里的节奏 可能从头到尾都是一样的 那么就讲到了我们京剧的枪 这个音乐的美 音乐的魅力 刚才我们讲了 有很多方面的魅力 京剧的这个枪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京剧成为国剧 它特别熟 让大家很熟悉 有唱枪里边 它的版式 二黄西匹反二黄 这个旋律 它的那个 它有自己的规律 大家一听 好像都那么似曾相识 虽然说各个戏各有变化 但是似曾相识 然后版式呢 它根据这个人物的情绪 根据这个故事的发展 它把这个唱枪呢 分成原版漫版三版 什么叫原版 原版就是原来的尺寸 比如可能相对于我们的 这个西洋乐破里边 可能就是二四拍 然后不是四四拍 然后可能减慢或者加快 等等丰富的变化 所以在京剧的这个唱的 这个过程中间 它是一个不断打磨的过程 是这个角 就是名角 跟琴诗 根据这个曲牌 共同创造 不断打磨 我们西方歌剧 比如说卡门 比如说这个茶花女 专门有作曲家 一旦成型 它不会再变化 这就是一个 一个非常重大的区别 那么我们二黄呢 就具体的来说呢 二黄他来自江南 唱的是比较晚的 就是表现我们这个沉静啊 或者悲凉 你听他的那个烙音 就是那个胡琴他拉的时候 大家听到啊 sorry 老是sorry 你听了就sorry 然后西匹呢 就来自西北 我们又把西北的这个 唱腔的这个特点 给他融合进来 比较跳进 整体音区都比较高 那他拉咪 有人说拉咪 你听了他的最后那个烙音 老是这样 那么相对于呢 就是我现在写的这个地方 就咱们的简朴 古代武音和西洋调饼 放在这儿 跟大家做一个检索 因为总是有人问说 什么叫功啊 什么叫商啊 所以我们就说 这个鲜明的功制对比呢 就交替在我们的唱腔里 就显得那个丰富变化 但是呢 变化是有变化 又会让你觉得 是完全一个崭新的东西 咱们在听西洋歌剧和那个音乐剧的时候 你每一个剧 他的音乐风格都是不一样的 可是你听京剧 京剧从头到尾 每个剧目 你好像你一听 你为什么你一听 你就知道这是京剧呢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他的这个版式啊 他的唱腔啊 这个旋律 他的这个规律在这个地方 大家一听我就知道 这就是这就是京剧 因为他是他是这么来的 他就是这么设计的 你比如说 我们在这个四郎探母 这个见娘 刚才我跟大家说了啊 让我们台湾老兵哭倒一大片的这个 这一段 为什么哭倒一大片 这个我都15年没见我的妈了啊 怎么办 我现在好不容易要去见妈 在这一段里边呢 他是七分钟的这一个唱 这个七分钟的唱里面 包括了这样的一个变化 从嬉皮倒板 老娘请请上兽儿拜回了 就关着这七个字就能够唱两分钟 然后后面这个娘啊 她在拜啊 就是用到了我们京剧里面的甩发功 她呢 这个因为好多年都没有见到妈妈了 觉得那个这个 按我们中国人来说 应该这个成婚定型 要这个父母在不远游 游必有方 她觉得自己15年都没在 这个母亲身边尽孝了 那是一个罪过 她就用这个甩发的这个功夫 来表现 她这磕头磕的是多么重 那么前头这个嬉皮倒板 为什么要这么长 大家想一想 如果是你 你15年没有见到你的妈了 你突然见到妈了 你心里好激动 好委屈 好难过 你激动的肯定是哽咽难抬 久转回肠 一时半会儿说不出话来 在这个时候演员要如果要表现出 他要这个像蹦斗一样的把话蹦出来 完全就推离了人物 所以在这个时候就要设计一个很长的长枪 来把这个演员当时那个 这个柔长白转那种那种感觉呢 在这个长枪里充分的体现出来 然后他这个情绪宣泄完了 改成二六版 那么变得他情绪比较缓和了 说然后就开始跟妈妈说 我这几年过得怎么样 我又娶了一个妻子 但是呢 在这个过程中间我是不开心的 每年花开儿的心不开 每年花开儿的心不开 现在我听见您来了 我赶快就乔装改办 然后唱得越来越快 为什么唱得越来越快 因为他答应了铁镜公主说 我就待一个晚上我晚上马上回去 我要不回去的话 这个铁镜公主就会被一刀斩死 所以他刚开始宣泄完情绪 然后用原版 用这个二六这个比较缓和的情绪 来说自己过去的事 然后看着这个天快亮了 要说得越来越快越来越快 到最后说我要跟娘再见了 最后说我祝你老娘 这个福寿开明永和谐无灾 大家来听一下 大家看看她的前面这个唱 和她表演 她怎么跟她母亲叩头的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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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鸟 娘亲 亲上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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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啊啊啊啊 啊啊啊啊 歌唱完了 W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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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それでは今子女演員 attempted to arrive 我是歌舞艦人的又一個大家 704 00 på這 box 你知道他要给他鼓掌 就说不定他做得好 语然整观把秀给打开 就是讲述我要捆正式的 先凉做一个扣头 把这十五年的头都给他扣回来 拜 您叫三拜九扣 就是先拜后扣 他这个你看我们要真实的 就说我们要真的扣头的话 肯定是要把这个脑袋扣到地上扣得山响 那么京剧里边我们用甩发这个功夫呢 表现他把这个头扣的山响 而且是一个非常美的一个过程 就是把我们生活中间的都城市化 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就放在这儿 那么京剧乐队和西洋乐队也不一样 这个大家一看就知道了 我们京剧乐队可能最多就十几个人 分成文场和舞场 那么西洋乐队呢也至少有四十八个人在这儿 各种各样的金属乐器都在这儿 但是我想最大的一个不同是 我们京剧的这个文场和舞场 就是说我们胡琴啊伴奏的 和我们这个鼓还有脑伯等等 我们这个打的就这个 等于是这个percussion 这个打击乐这个方面 我们要做的事情要很多很多 首先我们这个乐队的这个琴师 就要有一个超级的一个应变能力 我在唱原来最开始唱戏的时候 我就整天跟着录音带唱 然后好像在这个这个西洋乐队里边 这个唱的时候也是演员得跟着乐队走 可是在京剧里边那是完全反过来 就是你在下面在学习的时候 老师要教你你要怎么唱 你心里要有尺寸 你到台上你自己怎么唱 那其实跟着你走 所以琴师老师两个眼睛瞪得非常大 他要看你我这个演员的一举一动 今天这个 是不是我今天这个一拍要唱两拍 两拍要唱三拍 但是你不能够唱的太胡来 那个胡来的 本来是要唱一拍 要不然就一拍要不然两拍 你不能唱个一拍半 琴师往下面不知道该怎么接了 所以在这个时候要特别锻炼这个 就是说文场舞场的琴师乐队 跟演员之间的这个配合 我们在很多这个教学的过程中间 其实琴师是我们很多这个 就是学员的第一个老师 因为琴师必须懂戏 他要不懂戏 他要不知道这个戏上上下下是怎么回事 那就没有办法去演出 而且我们在写剧本的时候 就是说最后我们都是剧本写出来了 不但是有文字的剧本 还有文场舞场的剧本 要写清楚在这个时候 我是什么样的锣固点 我要怎么做什么样的一个动作 我这时候是要小一小锣 加上还是要加上一个脑膊等等 要写这样的东西 所以这个京剧的剧本是两种 那么这个京剧的这个唱词呢 又也是另外一个我刚才讲了 就是汉语语言的这个魅力 我们传统系里通常就是分上下劲 大家到春节的时候老写这春联 那其实就是我们也是在这个京剧里边 有的时候有大白话 有的时候有文周周的诗句 比如说在《西香记》里边 这个崔英英唱的 碧云天 黄花地 西风景 北燕南乡 问小来谁染的双铃匠 总是离人泪千行 这个时候呢 就用这个唱词给你画了一幅画出来了 就好像我旁边给你摄的这个画 他唱的时候呢 他是采用了昆曲的一个唱法 用凡尔黄的唱法把它唱出来 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京剧的念 这个念里边呢 我要让我们的主持人要帮助我一下 李斌 就是我们这个现代 我们京剧里边的唱念作打的念 念工啊 就是采用了金白 韵白 并且这个融合了胡广音 中周语调音 那么他呢就是说经很多专家研究呢 就是我们古代汉语的佛画石 是我们这个银送 就是以前我们这个大诗人出完了以后 他要银送 银送的怎么银送法呢 那么就是有很多的一些传说 也有很多的一些记录 但是有一部分这个银送的方法 是被京剧这个念给这个 就是吸收进来了 我想提问大家就是说 用普通话该怎么念 现在我请我们的主持人李斌 把这几个太真外卷里边的这句话念一下 因为这个这个京剧的念就带着音乐的说话 它就跟西方歌剧的宣续调是差不多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可是个考验啊 我来试 没有没有问题 你就想怎么念怎么念 就是普通话的来念 却身杨玉环 自入宫尾 过蒙宠卷 宠卷 直到君心可托 百岁为欢 不想切命不由 一朝逢怒 随之促驾 公车 放归私地 进门一出 如隔九天 哎 天呐 我不知道 谢谢李斌 充分说明他不是我的图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就是 我给大家看一下 梅派的名票 包叶蝶 包佑蝶先生 他是个男的 男蛋 那么他是名票 是跟那个梅兰芳先生同时代出生的 就是他 他自己教了很多学生 而且 现在梅派 他当然1997年已经去世了 现在有很多梅派的就是领军的人物 都在败在他的名下 学习梅兰芳的这种唱法 大家听一下 他是怎么念的 我是为什么说是 古代汉语的火化石 其身 阳玉玉环 此日共伟 我梦重传 直到军心 扩脱 不顺义为患 不想 不想 此命不要 以造风怒 谁知出家共聚 反对死地 静门 进门一去 日故 就去 平安 当时他录的时候 他已经是将近80岁了 但是你看经过训练之后 他的声音 你要不看他这个形象 就像少女一样 非常的好听 那么我们关注刚才说的 就是说还有一个最后的一个区别 就是京剧和这个西洋 西洋歌剧和京剧的这个区别 就观众的区别 刚才我们基本上也都讲了 这个观众 这个在西洋歌剧里边 就是正经危坐的 那么在我们歌剧里边 观众可是从头到尾要参与的 唱本也好唱段也好 观众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在20世纪上半叶的时候 为什么京剧能够有这么长足的发展 我觉得有很多人 就是包括观众在这 他不断地在提意见 他让我们所有的演员 他都不能够 就是说松懈 要不断地在琢磨 不断地在打磨 在这个里边 去演我们这所有的剧目 而我们西洋歌剧剧本和音乐 一旦成型 他就不会再改变了 那么我们为什么 就是说 但是就是说 带来了另外一个 比较就是负面的方面 就是我们这个京剧 从一出生的时候 他演的基本是叫做目表戏 什么叫目表戏 基本上就是说 我大概有个故事情节 然后演员呢 极其具有即兴创作的这个能力 在台上就是你一言为语 大家把它串下来了 所以在演出的时候 把那个成型的剧本传下来的 就比较少 这个时候呢 就是说到了50年代的时候 就基本上我们经过一些整理 从20年代开始了 齐无珊先生 还有其他的温偶红先生 就是开始我们具体的来抓剧本的整理 然后形成了一些固定的这些剧本 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所以京剧你看 他不断的在磨合 不断的在这个 就是说在改革 那么说了这么多 我们觉得东西方舞台艺术 白云艺术 有这么多不同 但其实我认为它是 都是为了大家带来美的体验 刚才我们说了美的设计 美的过程 美的欣赏 美的评判 其实对于观众来说 这是美的体验 你不管是用什么形式的 你只要表现出美 就可以了 那么它可能在不同时候 能够击中你的心灵 我给大家展示一下 割据魅影和四郎探摩里面的对场 你看一下 我会想到这部下车 我会想到这部下车 了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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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所接触到的京剧名家艺术家 都认为在这个年代里边 能够有这样几个精品留下来 他们觉得还是蛮欣慰的 但是话又说回来 就是说如果说只是这样几出戏 没有传统戏 也没有电影 也没有电视剧 也没有其他艺术表演的方式 那我们的生活该多么枯燥 所以就是说 它可能是好东西 可能是改革的一个好东西 但是不要把它变成唯一的一个东西 大家来听一下 就是我们用西洋乐器里边 加入了这个杨子荣 在一个黑天里边 在茫茫雪原里骑着一匹大马 在这个穿行 在月亮底下穿行 他是怎么样用这个 中国的这个文场和舞场 和西洋的乐器来综合表现的 给大家听一分钟 在这个词出发生的 从小到小到小时 对这篇里边 跟着这篇里边 从小到小到小到小的 在这篇里边 这篇里边 在这篇里边 就是说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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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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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